12月30日,浙江卫视跨演演唱会,在深圳举行演唱会,毫无疑问,成为年末最大的热点。 浙江卫视为了收视率提前放大招,依然是以奔跑了兄弟为主线。 邓超、李晨、贝贝、陈克、王祖兰等在列,但是最具话题性的,却是以下几点。 首先,贝贝是真唱,因为大家发现贝贝跑掉了杨颖演唱123个爱你,被质疑跑掉。 这也说明了,杨颖此番是真唱假唱,已经是各种类型演唱会,晚会秘而不宣的事情。 不是专业歌手的,贝贝敢于真唱,也是需要勇气地面对质疑,杨颖没有回避。 他发微博称,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,给大家比个希望回去练歌,但是这不是理由啊。 专业的场所还是需要专业的精神,希望,多点时间排练贾乃亮变沉稳。 贾乃亮演唱梦想天空分外蓝,演唱功底一般。 歌词有些感人,这可是陈奕迅的歌,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。 从熟悉经典翻出新天会演的不止云烟有梦,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,美梦吃个气球牵在手上。 前往蓝天不过人们发现,经过2018复杂的一年贾乃亮变得沉稳了,发型也变为短发显得沉稳干练不见嬉皮笑脸的模样。 另外身材好像有点发浮了,感情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。 蔡学坤和陆寒的粉丝灯牌颜色碰撞撞色了,都是黄色了明星撞衫,尚且尴尬粉丝灯牌撞色,多少也让粉丝心里不爽。 他们纷纷用行为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到陆寒的节目。 蔡学坤的粉丝步调一致,熄灭了他们的灯牌,等待蔡学坤表演是陆寒的粉丝,怎么可能失落。 他们同样步调一致的把灯还给关掉。